两年前被赶出家门的韩树云和老伴,每周都要从昌平回到南华侨西的老房子看看,风雨无足,捏手捏脚。 张俊途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4日南方周末引主、钟金人等未受得牵连,未有组织以防养老理财项目的广严并被激起公诉。 两次开庭后,法院江泽棋宣判,老人通过民事诉讼,支回房屋所有权,已有两例胜诉,带房屋被层层抵押,转租集结款和通风险等候遗争依然存在。 不管是贷款的,卖保健品的,还是各种以投资为名目的人,然然用各种各样手段来接近老人。 活到73岁,刘洋第一次上公堂,为了把老太太追加到被害人行列,检察官苦心做思想工作,多你这点钱,不影响对广人的量刑。 这点钱1200万元,包括老太太的一套房子,和给儿子准备的400万元买房款。 2018年9月26日上午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,第二次开庭审理,广宴斌涉嫌诈骗案,公职人当庭追加4户被害人,加上4月第一次开庭时的43户,本案被害人已达47户。 这案金额上一元,这些本该已养天年的北京老人,在参加广宴斌组织,得以防养老理财项目后,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房子,有人甚至背上了巨额债务。 想见南方周末2017年8月10日房价,和第一次开庭一样,39岁的广宴斌承认了,借款定为套路打,给兵主的钱还可以追回来,但以此系列事件的复杂程度,这种想法很难实现。 作为全程跟进爱情的律师,吴杰认为,老人们碰到的是一个事件,但实际上包含多个法律关系,一类是广言兵设宣诈骗老人的刑事案件,另一类是民事纠纷,即包括老人与银主之间的借贷合同纠纷,还有房被委托代理人注售的房屋买卖民事纠纷,吴杰说,一开始很直观的感受是,广言兵与银主, 委托代理人,买房人勾结,存在共谋,是一个完整的刑事案件,他们之间,心领身会,心照不宣,合作十分完美,但具现有证据,不管是供述,还是经济来往,都未呈现出直接的联系,前书庭审中,龙某五就否认自己认识广言兵,事实则是,除了广言兵被捕定受审之外,银主,中间人等几乎未受牵连, 伍杰透露,龙某五被军宝后胜,王一龙的大女儿称,此后,龙还活远再借贷一线,在伍杰看来,这些银主及其背后的小贷公司,用正规把绿文书,给此事披上一层合法案一,证明程度超出一板, 即便广言兵案判下来,也难以推翻老人和银主之间的借贷关系,就连广言兵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,进展也并不顺利,老人及家属门跑遍了各区行政竞争部门,从事局到中央部委,一次次诉说,陈请,一次次恳请立案。 2016年11月,广言兵因涉嫌非法吸收,公众存款,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经侦支队立案。 2017年2月27日,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,以涉嫌诈骗罪对齐批者逮捕,此后,该案曾被退回补充侦察,警方认为自己已经建立。 2018年9月25日,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总队,一位复杜机干部回应南方周末,广言兵案的侦察已结束,相关资料已递送司法机关,人不是已经抓了吗? 他还表示,老人们怀疑的小额贷款公司问题,应由工商部门负责调查。 2018年9月26日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次庭审,公诉人补充了证据,法庭进行了执政。 在经法庭辩论后,法官乘审理结束,则约宣判,正活打结。 自2016年东间被扫地出门后,李树达和女儿五口人,仍租住在一套40平米的一居室内,北京城房租持续上涨,女儿将血被买一周岁的二孩无处落户。 她的心里咯噔一下,拉不上户,孩子就上不了社保,现在她最怕孩子和老人生病,一家人现在只能等待法院宣判。 李树达提起诉讼后,通过法院调取的有关人员、银行资料,令资金流转的圈图呼之欲出。 8月31日,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,与李树达一家同一天被清房的喊书云,在报警后被带到德外派出所,前处那个请人咱们的王某庆也来了,解开家客,坐在椅子上,大声炫耀。 我今天请了三户,九点一户,下午一点一户,晚上六点一户,德外派出所民警,向南方周末证实了此事,劳两口无家可归,在附近的肯德基,同屋医院,安珍医院等处过起了难民生活。 最后在昌平另一处被抵押出去的房子散住,提心吊打,因惊吓祸度,寒书云体重几剩七十多斤,摔过十七次,小便失禁,还说自己曾关过,会突然大喊,撞墙。 最近那次,老伴跪在地上磕了好几个响头,他才冷静下来,老伴宣患癌症,两人互留了遗书,两个儿子在国外,女儿癌症晚期,直到现在,韩淑云坚称儿女,心有人不知情,但他的老伴告诉南方周末,估计早知道了,只是没揭穿二老。 韩淑云多次给高层写信,用在他看来最昂贵的快递,一如既往,老两口每周数次坐两小时公交,捏手捏脚回到老房子,默默已不属于自己的家门,他们也提起了诉讼,由北京市制成律师事务所,提供法律人住。 可房子已被转卖了两次,伍杰说,如果最后的满房人是善意第三人,要回房子的难度太大了,第一个追回房子的王一龙,一向乐观坚强,北众多老人是坐靠山,当初丢了房子,女儿让他放宽心,但也有老人得不到子女谅解。 王一龙透露,一个老人曾被女儿女士强行送到派出所,女儿说你搞传销,我要把你送走,老人只好跳车,写些出了事,这些老人虽然曾经糊涂,贪心,但这两年的流离失所,招不保鲜,家破人亡已经惩罚他们了。 王一龙的大女儿对南方周末说,老人生命在一点点流逝,不知还能不能等到回家的那一天,杨秀英坦坏在床的老伴和39岁的大儿子,都在他跟前叶了气,70岁的他选择搬离北京。 在河北苍州的一处自愿借住,王一龙称,他的精神状态不理想,房子被判回,高御一情绪激动,儿子王杰却说,以前感觉天都塌了,就想着怎么把房子保住,借钱还想欠款也行。 但房子回来以后,没有之前想得那么高兴,看不上激动,也没有天亮了的感觉,甚至就在判决当晚,家里又有了一些摩擦,我感觉家里的气氛又好像回到两年前事件刚刚发生时,有一点冰冷和尴尬。 王杰说,子女仍然担心,老人可能重蹈覆辙,张雪飞告诉南方周末,事件被媒体曝光后,善意的祝福与安慰不少,但这火打劫的也络绎不绝,不管是贷款的,卖保健品的,还是各种以投资为名目的人,仍然用各种各样手段来接近老人。 在高兴已所在小区的楼道中,群群委托帮产抵押贷款,等广告仍在墙上,王杰称,老人们的微信群中,曾有人速发一半,2018年反例名单,以通过联系下加转移损失,带高兴赢入货的朋友,还在劝说他参与高额反例的其他项目。 审理王一龙案的法官陆经委提醒,随着诉讼案件层多,及公开,规避法律的相关套路也可能修正,容不得淫化老人的一点清晰与侥幸,应受访论人请求,刘洋、高玉宜、王杰、韩淑云、张培未化名,所有指控,强调是他一人所为,庭审进行了23分钟。 法官宣布休停,则日宣判,法警将广彦斌代理法停时,老太太终于起身,大声质问,你不是说我的钱是安全的吗?到底去哪了? 站在门口的广彦斌,回过头,都赌博了,赔光了,如同到处那样煞姐人意,他在最后陈述时表示,等我出去,一定会把钱还上,尽管被捕时。 检方查的他名下财产,已不足一万元,这样的话,别人不信,刘洋信,评审结束后,他反复对南方正墨强调,广彦斌本质不坏,也是被坑了,真正的坏人,是待他确立公正,抵押,转卖,清退房子的委托代理人,和帮助他们的公正处。 媒体报道一年来,仅要两位老人,72岁的王义龙和59岁的高玉仪,通过民事诉讼追回了房子,为老人们提供刑事部分,法律援助,的律师午节,告诉南方周末。 目前的证据无法证明,其他人与广彦斌有诈骗的共谋,即便广彦斌货罪,老人们想要回房子,还得把官司一个一个打下去,恶意串通,高玉仪始终守住了房子。 即便打赢了一审官司,高家还维持着阵地战架势,大铁门上装着两把锁,门后横着一米长的钢条。 2016年10月16日,新云西里,几个壮汉,因生生闯进68岁的李树达家,连人带务被迎接楼道。 同一天,安华侨夕,78岁的韩树云和老爸买菜归来,被两个人高码大,本人请出了楼,物品已被扔到楼下,一听到风声。 高玉仪的儿子王杰,立马给家里换上新的大铁门,并进行了全副武装。 最紧张时,汽油,菜刀,灭火器都背着,当光头纹身,带着大铁链子的壮汉上门时,许多老人方针上当受骗。 高玉仪是通过小区广告和朋友的介绍,得知广燕斌的一房养老项目,只要把房子抵押出去,贷款投资该项目,每月可获得三个点的高额回报。 白拿钱,无风险,经由广燕斌,他又认识了龙某,2016年4月15日,在龙某和王某的陪伴和催促下,高玉仪签了公正书,三天后抵押了房产,龙某由此获得一份全权委托书。 他可不经高玉仪同意,再为查询,签署房产底价、铁家,再为出售房产并贷收房款,王某的市营主,与高玉仪定立了一份借款合同,220万元借款从王某的银行卡发出。 在高玉仪的卡上转了一圈,被龙某抽走了首月2%利息和其他费用,便赚给理财人广燕斌,借款期限仅费一个月,而高玉仪与广燕商讨的理财期限长达一年,要命的是,高玉仪还在债权文书公正上签了名。 这意味着,只要一颗圆内广燕并不给理财钱,高玉仪还不上本系,他的房子便可以被银主申请强制执行,果不其然,2016年8月,一份新的房屋买卖合同定立,10月9日,房子被正式过户给刘某仙,交易价格为280万元,低于350万元以上的市场估价。 然后,龙某仪通知,高玉仪,房子不是你的了,快腾房,这一切,高玉仪生成完全不知情。 但他的手里,只有广燕斌的一张线条,2016年11月29日,高玉仪将先房主刘某仙和委托代理人龙某仪购上法庭,诉讼历时近两年,四次开庭,龙某仪只在2017年8月7日出现过一次,他当庭表示, 他不认识广燕斌,龙某仪还称,一切行为珍惜高玉仪委托,高玉仪想投资,通过他向王某借了220万元,高玉仪全权委托,他办理各种手续,包括委托他卖房以还王某仙款,他曾带刘某仙实地看房。 我,高玉仪接待,被告刘某仙从未出庭,实际上,我和我母亲从未见过刘某仙其人,王杰告诉南邦周末,刘某仙乘买房给女儿某院,他曾去刘某仙局驻地的派出所查证, 却发现,某院也是广燕兵案另一被害人的买房人,更蹊跷的是购房款的刘相,龙某仪和刘某仙军车,一位叫和某光的人带刘某仙,向龙某仪转账,支付首笔200万元房款,龙某仪在海北引主王某,但把院查识, 这笔钱的源头,来自王某仙的一行账户,在21分钟内,通过转账,依此刘某仙和某光,龙某仪,捏住王某的卡上,最后又回到了王某仙的账户,韩书云被轻罚,正是王某仙叫人砸开了门,把院认定,整个资金流转过程作为一个整体,并未发,升200万元款项,所有权实质上的转移,相对于高预议而言, 王某仙,何某光,龙某五,王某和刘某仙五人系一个利益共同体,不能确认该200万元,尽刘某仙,向龙某五支付的涉案房移购房款,2018年9月12日,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宣判,认定这次房屋买卖存在恶意传通,龙某五代高预议与刘某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,高预议双手和时,带着哭腔连说, 了三声谢谢,显示公平,一审判决房归远主,但战斗并未结束,当初房子被过户后,自称有某些亲属的龙某五把房子,挂到了一家房屋买卖中借出,此后,该房再次被抵押,借款270万。 新的银主叫李某行,高家通过亲眼查等工具发现,这些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,在北京月五星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,龙某五是股东,银主王某是该公司员工,另一银主李某行也是股东,把官告居高预议,想打掉房子被折的抵押,等另行起诉。 按照王杰的说法,对于大家来说,录制走了50%而已,第一个通过民事诉讼,所回房子所有权的王一龙,面临更麻烦的后遗症。 9月14日,20多位老人前往王一龙,位于北京上帝的家,也想清房,可到了门口,本来想凶一点,但老人们却熄了火,刚愈以告诉南方周末,他们只是敲门,里面没人开。 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和中介,王一龙当初丢掉房子,同样跟龙某五有关,而且丢得更直接,2016年2月2日,他先是在海淀区建委将房子过户给了北京顺心永强文化有限公司,以下检测顺心永强公司,龙某五是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,随即又赴北京方证公证处,签订了借款合同和公证书等。 尽管被告知过户和公证,都是为借款提供抵押大宝,但当天,王一龙就隐隐约的不对劲,次日,他又到公证处,手写了一份补充协议,确认自己只是抵押房子,而非出售。 但在这份天议上,只有广电宾作为代表人签字,龙某五没有签,200万元借款,分数笔打到了王一龙的账上,大半部分转给了广电宾,剩余的多是龙某五的抽成。 后来在江流中,家属们有了意外发现,不同房子的买兽人,有着千字万缕的联系。 比如,顺心永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陆某,曾自称是刘某些女儿某约的男朋友。 2018年5月25日,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王一龙诉顺行,永强公司以后作出一审判决,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公证书,以及王一龙的补充协议书。 法院认定,王一龙没有将房屋输出并直接过户的意愿,属众大误解,且200万的房屋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70%,书写是公平。 至此,法院判决撤销双方定律的房屋买卖合同,并要求顺心永强公司应该判决生效期室内协助过户。 不过,2018年7月,作为顺心永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,龙某五是将房屋通过中介公司租出,百般无奈之下,王一龙只好与该中介公司领域合同,继续将房子租给中介,租房的人也不容易。 72岁的王一龙如今住在李老家几十公里远的通中,租房子虽然回来了,但是,我也不想住了,总是想起这些事,心里别扭,而比租户不愿把走更麻烦的事情是,法院只是撤销了房屋买卖合同。 根据借款合同,王一龙还签下200万元,虽然这些钱,只是在他账上,短暂停留,虽然他可以向广燕兵继续追逃,但假如万一请求法院强制执行,也只能由他来面对,罪魁祸首广燕兵案。 第二次开庭,去旁听的被害人只有三户,老人们跑的最多的地方,是公证处,令老人施房所办的公证手续,集中在方正、国立、中信三家公证处完成。 在王一龙看来,北京方正公证处,就是罪魁祸首,一个强制执行,一个权权委托,还得老人前往两空,多位老人在此签下合同,却不知内容有无人宣讲。 前后用诗普遍不到二十分钟,公证书《夜无缘的剑》,《盘花笔录》中都提到,公证书让银主和委托人领取转交即可,大老人们称,笔录根本是无中生有,子女们对照,所有老人笔录几乎相同。 涉及一般人不熟知的专业词汇,王杰曾质问方正公证处原主任王世纲,他告诉我,在他们这,笔录就是智识的东西,大老人签了,子就是承认,应该自己负责。 至于没有录音录像,王世纲说,这本就不适应性要求,方正公证处很多办公室内装有摄像头,为独为老人办理公证,的杨某州办公室内恰好没有。 在王毅龙提供的录音中,王世纲说,我们去年,2016年,做了28万件公证,5分钟做一个是正常的。 在王世纲看来,公证处的输入属于瑕疵,以为公证处是国家的公证处,但老人们,心底签下一份份文书,将自己的种种权力全排出让,这成为他们日后维权的最大障碍。 2017年7月,在媒体陆续曝光防战后,司法部责城北京市司法局展开核查。 8月3日,司法部网站刊发时任部长张军的讲话,严厉批评违规公证行为。 2017年8月14日,北京方正公证处,被停业整顿半年,王世纲被免去主任职务。 2018年2月,北京方正公证处重新开张,据北京市公证协会网站,王世纲2011年协任该协会会长,目前人是监视会监视长。 南方周末制定该协会,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称无可奉告。 9月20日,30余位老人聚集在方正公证处讨压说法。 这是三周以来,人最少的一次,参与者告诉南方周末,老人来来去去,进进出出。 公证处门口的工作人员视若无睹。 前台接待员说,我们都习惯了,一楼原本摆下的座椅不见踪影,老人们被这种无视激怒,在公众处所在的西环广场前席第二座,拦在写字楼入口处,先是喊口号,后又唱起了歌,国歌,国际歌轮着来,路人助力录音录像,惹得保安与次驱赶。 这算是相对平和的一次,参与者告诉南方周末,九月初,集中维圈的第一周,来了七八十个库主。 不仅有广言兵案的,也有其他类似案件,并在此签下公证书的老人,一位女性急得撞墙,头撞破了。 丈夫质问,公众处副主任,杨和平,为何不撤向公证,推访之间,杨和平要被渴了,请假休养,而在集中维圈的第二周,保安拦住一位深处人的丈夫,两人动起手。 丈夫被保安口的墙上,拿起包轮向保安,包里的水平刚好砸在保安头上,流了血。 2018年9月20日,三十余位老者聚集在北京邦政公证处讨聊说法,该公证处在亭街整顿,半年后已重新开张。 张军图,合作完美两年来,每个家庭都耗尽了心力,房子还未被过虎的,复各地不动产登记机构,为撤销委托公众备案,房子已被过虎的,将新房主告上法庭。 在各个家庭中,以张培追回房子的方式最为特殊,在法院强制执行前,他和女儿向朋友借钱,还上了引主的两百多万本金和利息。 但为了还朋友钱,刚刚输回的房子,又卖了,无房可归的张培在父母家和女儿家来回借住,老太太甚至研究了诸多以防养老骗局,相信如果整个案子重压房到。